來由鄭佳帶來一個Libra的Office在地化的一個討論 掌聲鼓勵 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講的主題就是LibraOffice在地化 那主要是要講大概介紹一下LibraOffice的它的歷史 然後還有在台灣的社群現在的狀況 那還有一些我們在進行本地化的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首先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的名字叫曾正佳 然後我是目前LibraOffice正體中文團隊 這個正體中文團隊是台灣的地方性團隊 然後這個團隊裡面的協調人就是Coordinate 那大家應該聽過LibraOffice吧 有人沒聽過的嗎 都知道嗎 那我先來介紹一下它的歷史 就是LibraOffice它是一個辦公室的軟體 那在LibraOffice出現之前呢 是有一套叫做OpenOffice.org 只是這個OpenOffice.org這個產品名是比較特別的 它有一個org在後面 那它這個產品的出現一開始是由於Sung這家公司 就是生養 那它在2000年的時候 首先它買下一家叫做StarVision的辦公室軟體公司 然後把StarVision這套軟體呢 開放原始碼 然後改名叫做OpenOffice.org 那改名之後由於它開放原始碼的特性 所以它的程式碼是公開透明的 所以說開發者只要有興趣呢 它就能從中利用這些公開透明的程式碼 所以久而久之這種公開透明的方式 然後就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程式開發者 那也由於它是 在一開始就是 它後來變成開放原始碼之後它是變成免費的 所以原本是要 要需要錢購買的StarVision的StarSuite 變成不用付費的OpenOffice.org 所以它之後也慢慢的推廣出去 到一些個人的使用者上 那 所以它慢慢建立一個成熟的 就是一整個社群的型態 那主要都是 像是這個樣子 那就是它會有開發者 然後翻譯者 回報者 傳聞者 推廣者 就是一個 比較完整的社群型態的樣貌 好 那 呃 首先要講的就是 使用者呢 就是一般社群型態中 就是最常見的 呃 這樣好像有點難 這是 呃 首先 呃 我們拿到一個辦公室 軟體 例如說這裡說到的LibreOffice 或是OpenOffice 那 呃 大家在使用使用 使用 使用後如果發現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它就會可能有回報的動作 所以就會有回報者 嗯 嗯 沒事好像沒有什麼用 好 呵呵 呃 那除了回報者之外呢 回報完給官方 官方會有一些開發者 那開發者就是實際上 LibreOffice 它 呃 主要掌控LibreOffice這套軟體的 最高階層 類似它可以了解 呃 了解使用者的需求 或是了解使用者遇到的錯誤 然後把它 再推進到自己的產品裡面 然後如此它推出來的產品呢 又是改進的一個版本 那它所有的受益都是來自於這些使用者 因為它如果沒有廣大的使用者群 它就不知道它自己的產品出了哪些問題 所以使用者群 是屬於最多的部分 那 不只最多 它其實也是相對最重要的部分 那 呃 開發者它如果說開發了新功能之後 它一定會有一些 新的使用者的介面 介面文字 的部分 那由於 呃 外國 的開發者 因為主要都是外國開發者 他們在開發的時候呢 都是以英文來撰寫他們的軟體的 那所以他們在發行之前就會 把他們先做好的預覽板 然後把這些字串丟給翻譯者 翻譯者得到這些 呃 一堆英文字之後 他們才繼續翻譯 但是 呃 目前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翻譯者拿到這些 呃 界面上的字串 但是他並不知道這個字串 是在程式中的哪個地方 所以其實大家都是盲目的在翻譯 這是目前 一個大問題 那接下來就是測試者 如果說 他在前期的 RC階段 或是Beta階段 Alpha階段 出來的時候 有一些早期的使用者 他們可以測試 他們可以發現到 程式哪裡出現了BUG 他們常用的功能 是不是有問題 或是說 今天這個盲目翻譯出來的翻譯 是不是有問題 他可以 在這個正式發行之前呢 把他 呃 記這個機會 測試期間再把他修復 所以測試者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那最後呢 最後三個是比較 不偏向程式開發的部分 只一旦這些產品正式推出之後呢 那麼他就會發布一些消息說 我們可能openoffice.org 呃 3.3推出了 那推出之後 有一些 呃 他們 呃 呃 愛好者 或是說 對於軟體有興趣的人呢 他們 得到這個興趣之後 他們會幫忙散播出去 例如說 在自己的網誌上 部落格上 或是去各大的 論壇 來告知這個消息 或者說他們會做 對這些軟體 寫一些最新功能的適用 替你解析這個軟體 或是說他在教學 進行教學 他 用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有自己的感想 或是發現什麼新功能是怎麼用的 那他也會撰寫文章給大家 讓大家可以從這個文章上面呢 學習到 新的 這個產品 他的功能跟特性 那接下來就是推廣者 推廣者 呃 其實有一部分是跟撰文者重疊 因為 撰文的過程中 其實他有一部分是在推廣 那推廣者比較偏向的部分是 他是 呃 比較積極性的把東西推給人家 是比較主動的 所以例如說 像是在Costcap的會場上 如果說 他辦個攤位 然後請大家來使用 這就是一種推廣的 呃 推廣的形式 那最後 呃 論壇志願者 論壇志願者是目前 在 呃 各大軟體社群中最常見的一部分 就是 呃 當我們使用一個軟體 或是 作業系統等等有問題的時候呢 通常使用者第一個反應都是 前往論壇 然後 呃 去詢問問題 那 如果說 有熱心的 人員可以幫忙 他們回答他們心中的疑問的話呢 那他們就可以很快對這些軟體上手 那這就是一個主要的完整的社群型態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再來 openoffice.org 他翻整成一個完整的社群型態之後 有一件事情發生了 就是 聲揚這間公司 被oraco 就是美商甲骨文 併購 那 併購這個消息 其實聽起來也是一件小事嘛 但其實 對於自由軟體社群來說 它是一個 比較令人震驚的消息 因為 怎麼說呢 因為 oraco是一家 具有強烈商業色彩的公司 所以他在 呃 推銷自己的軟體的時候 都是以商業的利益作為它的 最高指標 那 對於 之前 聲揚留下來的一些 自由軟體的專案 或是比較開放的專案 他們認為如果說 沒有商業上利用的價值 那就可以直接 把它 砍除這樣 所以 舉例來說 他第一個被砍掉的計畫 就是open solaries 那 還有就是 他對於java有一些 比較強烈的態度 那 之前 前不久還有 呃 在制定 好像java7的過程吧 那 那個 Apache的組織 然後退出他們的 監督委員會 也是因為oraco的關係 所以種種的因素都造成 自由軟體的社群 對於 oraco這家公司 是比較不信任的 那 也因為 基於這些原因 openoffice.org的社群中呢 有一些人也開始覺得 那怎麼辦啊 那接下來 會不會下一步 就輪到了 openoffice.org 那 所以說 呃 在剛剛那個完整的 社群之中 其中有些是屬於 比較 呃 比較高層 就是 他們比較主 算是社群議會 他們 呃 幫忙社群 開會啊 然後制定一些 社群的規則 然後 推廣 然後專注於各項事務的 社群議會 那其中有一些社群議會的成員呢 他們就跳出來說 這樣不行了 我們應該出來做點什麼 就是 他們就 在 2010年 2010年的 9月28號 然後 他們 跳出來成立了 The Document Foundation 那 這些 顧名思義的 The Document Foundation 就是文件基金會 是 專注在文件的分享 建立 列印 交換上 那 呃 他們當初成立之前 前兩週 大概前兩週 有曾經向Oracle 發過私下的 就是電子郵件 希望 Oracle把 openoffice.org 這個 商標 贈送給他們 這樣他們可以拿出來用 但是 Oracle拒絕 就是他們公開 表示就是 我們還會繼續 投資在這個 產品上面 所以 The Document Foundation 它只好 以重新 命名的 一個辦公室軟體 重新出發 那 這個辦公室軟體呢 就叫做 Liberal Office Liberal Office 它 一開始在 推出的 嗯 應該這麼說 在Liberal Office 推出之前 The Document Foundation 它成立之時 是有很多 自由軟體社群 跟商業公司 在支持的 首先 它出來的第一天 就在它的網頁上 有很多 類似名言推薦 名家推薦 或是 專業人士推薦 那種感覺的 一個網頁 那首先 呃 很多支援的 公司 其中包括有 呃 Canonico 就是 Ubuntu背後的公司 然後Red Hat 一家 很大的 Linux的企業公司 然後 Google 然後還有 Novel 就是 OpenSuite那間公司 還有 呃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還有 GOO 一個 OpenOffice.org的分支版本 那其實在 Linux 散布版 各大散布版之下 他們 預裝的OpenOffice.org 其實就是 GOO 所開發的版本 那 GOO 得知 The Document Foundation 推出 要推出 Liberal Office之後 他們其實 就放棄了自己的分支版本 然後轉了 就是 呃 直接開發 Liberal Office 那 呃 現在他在 1月25號推出 發行 發行之後 呃 各大發行版 其實都 呃 逐漸將 OpenOffice的 Org 替換成Liberal Office 所以來說 呃 Fedora 他新的 Fedora15上已經替換了 然後 Ubuntu 11.04也替換了 然後 Debian 好像前不久也說 他們也要換掉 那 Novell那一邊 就是 OpenSource那一邊呢 他們 以 OO為 改制的 Novell Office 也改換 變成 從Liberal Office 改制 那 了解完Liberal Office的歷史之後 我們就是 呃 稍微來了解一下 他 嗯 Liberal Office在台灣 的社群的樣貌 那如果 嗯 我們今天沒有上演講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實 嗯 台灣的社群 Liberal Office社群 是怎麼樣的樣貌 那我現在 呃 來提示一下 首先我們在看一個社群發展 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通常第一個看到 就是他的 那個 論壇的活躍度 舉例來說 例如說 Firefox的論壇 他其實 不久都會有更新 會有新的文章推出 然後有討論 那 尤其 呃 Ubuntu來說 也是目前台灣 數一數二大的論壇 而且他 就是 時常會有一些 文章在討論 會有巨大的迴響 那 Liberal Office方面呢 剛剛 大家可以知道 因為各大 他發行版本都已經採用 Liberal Office 所以 照理來說 Liberal Office的 使用者族群 如果說大家都有採用 新版的話 應該會遠大於 Ubuntu本身吧 或者 嗯 這是我的推測啦 那 主要 的論壇 Liberal Office主要常見的論壇 目前有兩個 首先第一個 就是一個 由一個愛好者 成立的Liberal Office Foreign.org 他是一個 就是個人 自己建立的 網站 所以他一開始是英文的 然後 後來我們去申請了中文的部分 所以你現在可以在上面 進行中文的討論 那除此之外就是 之前的 openoffice.org 的補給站 就是簡稱OO補給站 那他是台灣 在很久以前算是很熱門的 一個OO的 討論區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他最近 這兩個論壇的 活躍程度 首先 這就是 Liberal Office 1月25號推出之後 到前三天為止我做了統計 Liberal Office Foreign.org 呢 總共有27篇討論 在這將近 七八個月裡面 27篇 其中有三篇的提問大概是8個 然後 所以實際上的提問大概24篇 那OO補給站 只有兩篇 嗯 其實我自己看到這個數據的時候 我就在想 台灣是不是沒有什麼人在用Liberal Office 還是Open Office 這是 這是 例如說 總計29篇提問 平均每個月3.4篇 意思是說 平均大概一個月有3到4個人 有可能是同一個人 然後他上網發了問題 所以他的活躍程度其實是非常的低 就我個人認為 比起 Ubuntu或是其他的自由軟體社群而言 他的活躍性非常的低 對 好 其實我剛剛偷偷講完了 那如果說真的很多人都在用Liberal Office 例如說我剛剛提到的 各大Linux8型版已經推出了 Windows上也有不少人在推廣 那麼為什麼會這麼少人在論壇上提問呢 首先我第一個想到的問題是 可能 用Liberal Office的人使用上都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說其實 大家裝了這些新的發行版或是使用之後呢 並沒有再用Liberal Office 也許 這是我個人的推測啦 要不然就是 使用之後如果發現有什麼問題呢 就先暫時擱置不管 反正 可能過不久他就沒什麼問題了 或是自己就突然間學會了 那 我覺得最有可能的就是 他可能 使用到這個軟體發揮不會用 於是他就回去使用他比較熟悉的 辦公室軟體 這是我的推測 那 目前台灣的社群樣貌其實是類似這個樣子 比起剛剛我所畫的大園 那些 整個 OpenOffice.org的大園來說呢 台灣的 DibleOffice的社群的樣貌大概是 比較小的園 那麼 貢獻者這個圈呢 就會更小 因為使用者變少嘛 所以 貢獻者當然 從那個比例來看就會更少一點 那 在開發者跟測試者這個部分呢 目前是 可以說是沒有 那如果說 沒有 台灣區的開發者 或是沒有台灣區的測試者 會造成什麼樣的困擾 我大概推測一下就是 如果說今天沒有台灣的開發者在關注 LibreOffice 也就是說 LibreOffice他 他沒有辦法比較完整的支援LibreOffice 就是支援台灣的本地化 那 他出來的成品呢 一定是 就類似外國版本的翻譯版嘛 對不對 那 沒有人測試之後 也就是說 出來之後可能 非常的 就是 充滿 使用上的問題 可能 就是 台灣人常用的功能 沒辦法被測試到 那 剩下的部分其實是有的 例如說 翻譯者 回報者 撰文者 推廣者 跟論壇支援者 這些部分 就是根據我所知其實都是有的 那麼我們仔細來解析一下 台灣貢獻者的細節好了 台灣目前的貢獻者 曾經參與過LibreOffice翻譯 那 呃 幫 就是 還有就是我們團隊 曾經幫忙 回報過的Bug有8片 那其他如果說其他人自己回報的 我們就不知道 然後幫忙官方 會議題撰寫的大概有三個人 論壇回覆 我自己去算過就是 那 29加2片 然後 嗯 不同的幫忙回答的人 總共有8個 那這00總共加起來 可以看出來就是 大概有20幾個 其實 重複的人有很多 對 所以其實真正 我不知道說什麼 就是其實 比較在貢獻 嗯 LibreOffice這個常用 大家常用的辦公室軟體 上面呢 其實人數比較匱乏 那如果說你去 Google搜尋LibreOffice 3 然後你切換成台灣的網站 你可以發現會有 大概15萬項結果 那這15萬項結果 大概你可以把它當作是 類似 網 網頁撰文的推廣 因為你可以在網路上查到這個資訊 類似一個網頁上的推廣 那麼如果說 你搜尋Microsoft Office 2010的話呢 可以查到2320萬個 大概的這樣的結果 那要切成台灣網頁 所以 總的來說 假設你今天在網路上 只是 隨便逛逛網頁 那個 LibreOffice跟 Microsoft Office的曝光率來說呢 其實 LibreOffice的曝光率不到 MS Office的1% 那還有就是 LibreOffice地方站 目前幫忙維護的人 有兩個人 那那個地方站 那那個地方站就是 zh-tw.libreoffice.org 這是官方 然後 支援給這個 本地社群的一個網站 那 最重要的一個貢獻者就是 國網中心 因為他 做了鏡像站 然後還去官方 登錄他們的網站 登錄他們的網站 所以說你目前去 LibreOffice下載的話 會自動連到 國網中心的鏡像站 那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這是 這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那首先 剛剛介紹完了 LibreOffice的歷史 介紹完了 LibreOffice 在台灣社群的樣貌 那我們 我介紹一下 我們是誰 我就是代表 LibreOffice 目前正體中文的 本地社團來的 然後我是協調人 好 那我們的任務呢 是協助LibreOffice的 正體中文翻譯 使用者支援 舉辦活動跟對外推廣 那 最主要的重點其實是 協助兩個字 就是 假如說 嗯 使用LibreOffice的人 都是在同一艘船上好了 那麼 我們團隊的 性質就比較像是 舵手 幫你掌控方向 欸你現在該怎麼去了 但是其實如果說 船上 沒有人 就是 有舵手沒有用 所以 就是 船也沒辦法開嘛 因為還需要其他的功能 例如說 欸 風帆啊 對不對 還有滑獎啊之類的 所以我們需要更多更多人 一起來投注在LibreOffice上面 好 這是一個很棒的問題 有沒有人在用LibreOffice啊 有嗎 從現在舉手看一看到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八個 九十十一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很好 全場十九個人 好 那就是 希望 希望 大家能協助幫忙推廣出去 因為 有了更多的使用者之後呢 呃 有更多使用者之後 這個軟體才能變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首先 有更多的使用者 因為每個人使用的 習慣不一樣 所以會嘗試的功能也不一樣 那 有更多的使用者 就能找到越多 隱藏在部分人之地方的bug 所以 只要有人 發現bug之後呢 回去推 你就可以收益 以後你用那個功能就被修過了 那 再來就是 如果說你吸引到一些軟體開發者 他能幫忙開發 那他可能得到一個新的 就是 新的功能 會 改善他 那如果說 越來越多使用者的話呢 那 可能越多人在幫忙 介紹 越多人在寫文件 那就會 正向發展 他讓LibreOffice變好 那LibreOffice變好之後 又讓大家受益這樣 所以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你就是社群的一環 那 嗯 這個意思就是說 希望 有在LibreOffice的都能一起幫忙 讓這個社群更壯大 那照我剛剛邏輯拖延的話呢 如果說社群越大 使用者越多 那整個 他的 品質來說 嗯 會慢慢來提升 那麼一個問題就是 大家會用LibreOffice嗎 LibreOffice其實他 說 嗯 比起 MS Office可能沒有那麼多 就是花俏的功能 但是 他該有的工具 樣樣不缺 那 但是 充滿了各種工具時 你真的會用每個工具嗎 不一定 所以我們才 呃 需要一些 會用LibreOffice的 來幫忙那些 不會使用的人 舉例來說就是 在論壇上 幫忙回答問題 或是在論壇上 分享大家會使用的功能 或是你自己撰寫文章 這都是很好的 幫助大家的 方式 也就是說 因為你 呃 可能說 因為你會了 你和大家分享 那對於那些不會的人來說 他如果在網路上 輕鬆就能查到你的 介紹文章的話呢 那他也能輕鬆的學會 所以他這樣子 慢慢的就能收益更多的人 那有一句歌詞是這樣說的 與你分享的快樂勝過獨自擁有 大家知道這首歌嗎 對 所以 呃 如果說我們把自己的知識 散播出去給別人的話呢 那其實對於大家的學習來說 會是更好 那對於這個整個社群的發展來說 你也會 更棒更完整 所以對於 那些不會的人來說 因為現在 使用者 比較少 所以我們希望能把 呃 會的東西和不會的人分享 就是我們現在有一個計畫就是 LibreOffice的政體中文件這個計畫 我們是希望 大家把自己會的東西都拿出來 和大家分享 放在這個 共同的平台上 那 對於那些 想要使用免費軟體 可是卻找不到 說明或是 書籍的人來說 會是一個很好的管道 再來一點就是要講 DeepreOffice 他在本地畫上遭到遇到問題 第一個就是 正體中文化的部分 首先剛剛提到就是 有五個人 然後主要長期付出大概二到三個 但是 3.4.2版推出 他的中文介面其實 在說明的部分呢 還有幾千個單詞 就是還沒翻譯 那隨著他新版 下一版又推出了 我們人不夠 於是 大量累積嘛 以後越後面的版本 相信 中文化的程度會直直落 我是說真的 不是開玩笑 那 這個困境是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人手不足 這是第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人手非常的不夠 再來就是 這些辦公室軟體 他的詞語非常的專業 他 橫跨了一些 例如說理財專用的 他可能會有一些理財上的術語 或是 統計上的術語 統計 大家有學過統計嗎 他有很多統計上的術語 那 所以這些方面都造成他翻譯上很困難 那就造成這樣的結果 再一點就是本地化的問題 目前我們 所做的本地化的事情主要就只是翻譯而已 但是 實際上本地化不只是翻譯這種東西 它不只是介面翻譯 它實際上是要 符合當地的使用習慣 舉例來說 德文把他們本地化版本做了什麼 他們首先他們做了一個拼字檢查字典 他們 還做了同一詞典 他們還做了文法檢查 而且都有專案 他們都有開發者在支援這些事情 但是台灣呢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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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在本地化 台灣的本地化方面 大家覺得應該要有什麼呢 那就我個人而言 我覺得台灣應該要有的本地化就是 首先第一個 一定 對於那些不大會使用輸入法的人 因為輸入法可以打出標點符號嘛 那 一定要有一些標點符號工具吧 嗯 起碼在我不會用輸入法打標點符號之前 我都知道那個東西的 那接下來就是改善注音標記 那個 注音標記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能 舉例來說 對於小學老師 他如果說能把東西 一些文字 一些比較 難的漢字啊 弄起來 然後 他 注音標記之後可以弄給小學生 但是其實他目前 Liberal Office可以做到注音標記沒錯 但是他功能非常陽春 他可以用 單詞標記 例如說 我是人 他只能 我 一個字 然後是一個字 人類好了 人類兩個字 可是你標記的時候一定要人類兩個字一起 標記 那 這會非常不便 因為他的 注音會連在一起 所以會 讓小學生對不到是哪個字對哪個字 然後 說不定還可以加上自動標記 因為還有波音字的問題 對 然後改善字數計算 因為他現在的字數計算是算字元數的 所以如果你中英混雜的時候 字元數對中文OK 但是對英文來說是單詞 所以 他 他這樣算起來會很奇怪 然後 還有就是台灣有些文章會要求不要算標點 可是他目前沒有這個功能 然後 成語點 這是大家小學在寫作應該常用到吧 應該會查個成語點 所以這 如果要做一個符合本地化的東西 就是 本地化版本的話成語點非常的重要 起碼對於一個在學習文章 打文章的人很重要 接下來就是用字檢查指點 好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外國拼字詞點沒錯 可是我們中文不用拼字 我們只需要知道 這個用字潛詞有沒有對 所以如果有個 用字詞點檢查 會比較好 最重要就是解決中文相關的bug 好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就是我們希望有很多開發者進入 所以石家家很重要 OK 如果會石家家的可以跟我們講 然後 這是我們提過的bug bug之中目前被解決了一個 那 他以後會一直累積下去 所以希望有開發者來幫忙 OK 那就算一起來吧 幫忙我們宣傳 幫忙讓大家知道LibreOffice 讓使用者的圈變大 那麼 貢獻者才會變多 讓更多貢獻者知道 有這些事情 那你們可以加入LibreOffice的正體中文 本地團隊 然後也可以幫忙拯救我們的翻譯 也可以幫忙用石家家補強 本地化 或是一起解決bug 那 聯絡我們的方式在這裡 你可以去Facebook 然後查詢 LibreOffice Chinese Traditional Team 或是 郵遞論壇 或是 FreeNode上面的R型頻道 不過這個頻道很少人用 所以 你可能找不到我們 前兩個比較適用 對 好 恩 沒關係我時間到了 我可以問你嗎 有人要問你嗎 好啦 你看起來大家都沒什麼問題嗎 不是 是因為有問題我要打斷他 因為我們真的 有一些工商的困擾 所以必須 就是 有 其他隊 還可以來找一下正家 那我們謝謝正家 帶來一個講演的部分 那